今次由ASRock推出的880G Xtreme 3主機板 創作Tour333設計 名字和市面上 另一家廠商的333硬體加速相似 但實際功能略有不同 ASRockTour333設計 除了透過藍橋晶片 提供原生6組SATA3介面之外 亦都透過NEC晶片 來支援兩組USB 3.0介面 與對手不同的地方在於 ASRockTour333設計的另一個3 代表主機板支援一組 提供6GPB傳輸的eSATA3介面 並支援NCQ、AHCI和熱插拔功能 而非針對USB 3.0介面供電設計 ASRock888G Xtreme 3主機板 創作Socket AM3介面 可以支援最新推出的 Phenom II X6 6核心處理器 並且同時兼容其他Phenom II系列 或者Avalon II系列等處理器 同時,雖然AMD官方為了避免 用家自行為處理器開核 而取消SB800系列藍橋的ACC功能 但ASRock加入了UCC晶片 等用家可以透過880G Xtreme 3主機板 為處理器還原開核 而且據ASRock測試指出 更可以支援最新推出的Phenom II X4 960T 開核接錄核心 主機板創作RS880P晶片 內建RandomHD4250繪圖核心 核心時密為560MHz 同時搭載1.2.8MB DDR3-Side Port Memory 繪圖輸出則提供HDMI、DVI和D10輸出界面各一組 同時主機板提供3組PCI Express 2.0 X16 繪圖卡介面 雖然AMD官方稱 RS880P晶片組不支援PCI Express中的16Lin 拆解為兩組8Lin 但是 880G Xtreme 3主機板中 藍色的兩組PCI Express 2.0 X16 介面 可以支援一組16Lin 又或者兩組8Lin頻寬 加上白色的PCI Express 2.0 X16 介面 支援4Lin頻寬 令主機板除了可以支援Hybrid Crossfire 之外 亦支援至Quad Crossfire X 繪圖卡貼和運算 此外,主機板還提供一組PCI EX-1 和3組PCI接口 但略言PCI EX-1 接口不足 記憶體配置方面 提供4組DDR3記憶體模組接口 最高支援超頻至DDR3-1800記憶體速度 和16GB容量 由於880G平台容許廠商自行配損 SB850 又或者SB810藍橋晶片 因此,ASROB 880G Xtreme 3主機板 選擇搭載較高級的SB850 主機板提供6組SATA-3介面 而且亦提供4加8組USB2.0介面 不過就未有提供IDE介面 同時,具版除了提供一組e SATA-3介面之外 用家亦可透過隨口附送的e SATA-3檔板 連接一組SATA-3介面 達成e SATA-3介面輸出 音效方面,ASROB 880G Xtreme 主機板 內建VIA-VT2020 HD-Codec 音效晶片 提供7.1聲度輸出 網路方面,搭載REALTECH RTL8111E 網路晶片 提供高達1000Mbps 網路傳輸 Witcon LAN 和網路線偵測功能 此外,主機板還支援OC Tuner Intelligent Energy Saver 省電模式 即時開機,Hybrid Booster,Turbo GPU超頻等 加上提供IEEE 1394A介面 Power,Restart,和CMOS制等 而且,主機板搭載Heap pipe散熱 以及全版固態電容 整體上,無論功能以及用料都十分理想